与您一同以悲心拥抱众生 用爱点亮新灯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 大悲心者是一切菩提行之根本 称慧愤怒会摧毁悲心 修慈悲心的人 不要让众生因为我而受苦 我只想要救他 渡他 如何忍心去杀他 施他们 做一个菩萨不能奸贪 并且不能贪求别人的捕食 贪欲是诸痛苦的根本 六度波罗蜜的障碍 一起贪欲 能烧灭菩提之心 男女欲望 就像冤亲债主的诈骗 有欲望 你的清净心就不见了 如同大水一样 石头都变成土石流了 有智慧的人 要脱离这个男女的执着 别人看我 应该像看佛陀观音菩萨一样 起了庄严心才对 不应该让别人看到我 起了男女的欲望心 或羡慕嫉妒心 这都是不应该的 出家要精进 努力读书 修行 利益众生 离贪爱欲 拔记留情 这是真正出家 云和虚狂 没有看见 说他看见了 看见了 说没看见 见闻觉知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爱念子 就会错过真理 修行 修行有时候要做机器人 没有个人的思想 只有完成利益众生的工作 佛教讲无我 大悲心 没有个人的思想 然后脑筋又清清楚楚 有能力 不虚狂 只说真实欲 对友情讲法 要气力 起机 名为 离无异欲 着相说法 对众生 没帮助 叫无异欲 要修学如来的四种善语 如实语 直指语 不两舍语 依法语 常为友情说善法 愿他们解脱 令文法者欢喜新寿 看到别人好 内心非但不嫉妒 还要随喜 正思回座如实念 愿一切友情得大富贵 无所发烧 看到别人富贵 不该起嫉妒心 我们希望大家都富贵 看到对方没有钱 都要把自己的钱 供养对方了 何况是对方自己得到的呢 所以应该随喜 不能起这个嫉妒心 对所有友情 不应该起嫉妒心 诞生随喜心 也不应该有贪心 能够如此消除贪心嫉妒者 世民菩萨 持心清净戒律 遇到对方做错了 不能以称恨心来处理 反而要思考 对方造这个业 我们该怎么去 帮助他的悲心 红法点滴 三 碰到逆境或与人摩擦时 要观想 就是因为自己有过失 没有福报 才会令对方生气 凡事应该返求足迹 不应再误相诚恨 当我们的心起了贪欲 称慧 愚痴 磨 就会借机 沉虚而入 所以你一生气 磨就来找你 然后事情就会越来越糟糕 三毒如猛火 烧尽一切功德 一切恶业皆因称心而发 因此我们要熄灭贪称痴 请修戒定会 就算对方用刀子来看我 我也知道 那个是魔鬼 不是他 所以我不应该恨 还要对这个人起大悲鸣心 如果遇事就说 我的对 他的错 这个都叫邪见 一切众生都有深厚的邪见 所以菩萨 因其大悲心 以正知正见的活点调 我们不是只有活在人的世界里 一个菩萨 要感觉到他所做的事情 都有天龙八部在用戴孔尺 所以必须守戒律 我们论事不要距离地争 也不要为了维护谁而出恶口 这样才能令对方挑副 佛可以一一解答众生的各类问题 是因为过去已断除了无抑郁 所以会有这样的能力 如果离开了邪见 就有正见之力 皆惜圆满的力量 因为有正见之力 你才能够作为众生的 唯一处 一定要有正见 才能够令所有友情出生死苦 西节安置无上大乘 乃至处于法王之位 最后臣佛 正见 一定要多深入境障 不要光看一本书 以偏概全 这就会产生邪见 什么法门 都是念佛法门 都是回归净土 但是 如果你装了这个 然后去诽谤别人的修行法门 这就是邪见 邪见人就会碰到邪见的师父 或收了邪见的土地 出生在邪见的地方 如果去除邪见 未来势力将不再碰到邪见人 而是与善之士聚会一处 少称慧 外表庄严 爱生气 则一向枯搞 贪称痴 不能利益众生 唯有努力 消除贪记 称慧 邪见 才能圆满 无杀道 修行 只要是佛所说的 你都要用生命 百分之百地信寿 这样你才可以降服自己 经旧世界 大乘经都名为戒律 特别发菩提心 受菩萨界的 都应该进未来记 直至成佛 都要去奉行这些戒律 大解脱经云 念南摩佛陀 南摩达摩 南摩三且 永不堕落三恶道 生生世世有福报 所以我们念佛的名字 经典 形象 咒语 三宝的福田 就会布施给我们 读诵大乘经典 功德很大 大众一起念诵经典 依法思维 体悟法义 就能得到最大的福报 罪障消除 永离三徒 得富贵自在 过去有杀业者 容易有障碍 使生活无法随心 所以我们要赶紧反过来 抱怨不杀生 又把功德回向给众生 就能得佛随心 寿命自在 长命百岁者 都是因为过去不杀生所致 所以要 我们现在修行就要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除了庄严西方净土外 也包括了庄严 你未来成佛的净土 菩萨修学大乘经典 是为了成佛度众生 故一定要离开杀害众生的心 并且以此功德善根 与一切众生共享 归一法 法就是不害众生 不管别人怎么欺负你 或害虫的侵害 我永远不伤害他 宁可布施给他 也不要杀他 这样生生世世 你才成为一个忍者 贤者 一个人若布杀生 一切恶鬼能杀人者 不但布杀你 反而保护你 天龙八部 永远随护你 红法点滴四 不杀身的人 如果精进修学佛法 三称菩提 身闻 圆觉 菩萨 都可以得到 痛苦的原因 来自于自己的无名 贪爱 所造的恶业 情修戒定会 八正道 三十七道品 就可以消灭贪爱 敌苦的乐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险 培育优秀僧财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珠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 祝福下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即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 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 北传 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时 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 慈悲致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 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 培育生财 生前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 佛教刊物影片 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 护生等之 佛教弘法慈善 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之后 台内明治地 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 8751-5434 通讯地址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喜 皇宝燦 孝卿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自9月14日星期二起至9月19日星期日至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宁观音讲堂 云宁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备用接驳车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是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诗 法诗为最圣 人思行才师 行法师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 殿氏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院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圣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公布堂捐 聚沙城塔 福会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后无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nive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色不依空空不依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默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生不灭 不高不静 不曾不见 世故 空中无色 无少相心事 无言而闭舍身影 无色声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无明晴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情 无枯击灭到 不知你无得 你无所得过 菩提萨多 碧波热波诺弥多谷 心无怪 不怀哭 不忧恐怖 不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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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哭不怀哭 不怀哭 是大神咒 是大命咒 是无上咒 是无荡荡咒 能出一切苦 真是不序 哭说 火热火火力多长 哭说 忠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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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